農曆縣政府現在為了大埔農地徵收的問題 被受到很多的批評 不過又發生了另外這一件 這一件就是拓寬馬路侵占民地的案件 不過後來被法院宣判說 必須歸還侵占的土地 整個案件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 在拓寬的馬路當中 剛好是開到縣長劉振宏弟弟劉振慈 三千多坪土地的前面 我們看到了土地被侵占的農民說 縣長劉振宏這樣做 根本是假公祭司 這處已經被刨除博友的路面 就是苗栗縣政府被法院宣判 侵占民地必須歸還的道路用地 打了四年官司 小蝦米終於戰勝縣政府這隻大鯨魚 就是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 沒有經過我們私自盜挖 私自盜挖的時候 我們就到法院去告他叫他拆掉 權宜搜索的農民說 原本的三米道路也是幾十年前 他們家族無償捐出的地 沒想到縣政府竟然沒經過他們同意 侵占土地 不過更離譜的是 這條拓寬的八米道路終點 剛好就開到劉振宏的弟弟 劉振馳的私有地前面 為什麼只拓寬到他這個大門口而已呢 這邊地是誰的 裡面是劉振馳的 他弟弟的 如果這樣一拓寬下去 他可以直接開進去 不然他是沒辦法進去 全民受損的地主們說 鐵門後 劉振馳的土地有三千多坪 地方早就傳聞 劉振馳打算要開民宿 他們認為事情絕對有弊端 不過法院只判定 縣政府必須還地 至於地主懷疑 縣長劉振宏有圖利的嫌疑 苗栗地檢處對圖利部分 做出不起訴處分 而劉振馳及縣政府的承辦人員 對這起案件還沒出面回憶 明星陳俊昭 妙理報導